大家好,我是唐凤 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技术起点 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的想法 从我角度来看,我们现在所处在的社会是一个plurality 是一个有许多不同的群众 有各种不同的想法、生命经验跟感受的一个重点 那在这个群众的想法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经验都是不可取代的 所以当我们每次想要听大家对好不享受某个公共服务有什么想法的时候 我们在问的,也就是大家第一手经验是什么 有哪些感受是我们可以分享的 那就算现在有人用智慧,像电影里面说有机器的智能 在可见的未来,它的生长经验跟人类的成长经验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算我们在智力上面的一些工作 就像以前体力上面的工作 能够让机器来帮忙协同工作 甚至是把我们的一些认知功能 透过机器的方式把它扩充 但是呢,唯一没有办法取代的 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生命经验的这件事情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自己最感觉到重要的 其实我们不能因为一小部分人或一小部分机器 想要往前发展 我们就牺牲掉其他人或者其他的动物的权利 整个重点是,我们要能够透过 clerality,透过去体会彼此不同的生命经验跟感受 一起来决定说,我们要像这个技术要什么东西 而不是说,刚好现在技术发展到这边 我们就非得做什么不可 所以我很高兴有这样一部电影 也可以让大家一起来想一想说 在我们接下来要跟一种新的智能共处的这样一个社会里面 我们到底像技术要哪些东西 以及我们怎么样能够透过这个 来更加尊重 更加倾听 一次不同的生命经验跟感受 谢谢